我之前查了一下 不是卡班 是啊 现在看倒是没什么问题 怎么会试颤呢 我也想不明白 其实 病人现在的身体状况 做手术没什么问题 你叫停手术的话 我们倒是没什么 但是主任哪儿 是谁叫停的手术啊 是我叫停的手术 你跟我出来一下 为什么要停手术 病人心脏死颤 找不到具体原因 我认为 不太适合继续做手术 就是因为找不到原因 所以才应该尽快手术 心脏有B超拍不到的地方 你正好可以通过开胸 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那如果是其他原因呢 叶一鸣 麻醉医生是有权利 停手术的 但是不等于滥用之权 你要清楚问题 你才是哪样 如果是因为血压低 或者是凝血功能太差 是可以停的 你现在所有的事情 都是你意想出来的 钟晓星在心脏死颤之前 满眼都是恐惧 是什么能让一个孩子 害怕到心脏死颤呢 因为他有严重自闭症 我只负责了他的心脏 帮他做好手术 我的工作就完成了 可我要保护他的生命 只有他安全下手术台 我的工作才结束 外科治病 麻醉保命 唐主任 以我当医生的执救 我觉得这个病人有问题 请你相信我 就算你真的要叫停手 那其他人呢 他们会同意吗 我去问他 我要叫停这台手术 你们谁有异议 唐主任 好 手术就推到下午三点 但是你必须给出我 除了直血以外 医学相关的理由证明 不能手术 不然我就要换 其他的麻醉医生 不不会 你趁灯 可是你怎么会 努力 所以我们有这个 云霉 你很好吃 你